大家好,今天请到了嘉兴来给我们做一个点云方面的无监督的文章 现在无监督我觉得是一个还没有做太好 但将来绝对是一个很好的方向的东西 这个文章我觉得是一个比较重量级文章 然后希望对大家有所启发 嘉兴要不然你就可以考虑开始 好的,谢谢张老师的介绍 咱们就是直入主题 看今天咱们观众们大家也是小而精的群体 所以一回我就可以讲快点 然后有需要的话咱们就交流讨论多点 那么我这就是这一天文章呢 它主要是做一个关于点云的 或者说关于这个三维动态序列的一个 无监督的刚性运动的分割与估计的这么一个文章 它也发表在去年的NURBS那个会议上面 那么呢,我们首先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talk 就会分为大概会有四五个部分 那包括首先讲讲咱们这篇文章要解决的一个问题 或者去解决的任务是干什么的 然后呢,再讲讲我们这个文章的这个动机 以及它的大概是什么的一个主要思想 那再下来就会讲讲咱们的方法具体是怎么去实现的 那最后也会放一点实验的结果 以及咱们可以之后就只根据大家有什么想讨论的 咱们可以多多交流 那么咱们首先看我们的这个这篇文章是关注的是什么任务 那我们知道啊 就是三维运动这种 就是很多时候就是 就是我们有很多很多常见的三维这个这个任务 其实他我们想象空间里一个三维的东西 譬如现在我的手在动 其实它是可以分解成很多很多啊 不同的刚性的物件在动 像我这个手在动 其实可以看作我的每个手指 它是一个刚体 虽然我这个手它整体在动 我的手不能是做一个刚性的一个物体 但是每个局部来说 我的譬如好 我的食指 我的这个中指 它是可以是做大概是一个刚性的运动 因为我手指没有在行点 然后是吧 我的运动也是只是这个动 就是一动 就是整个手指一起动 那么如何去把一个 像这样的一些三维运动 分割 就是说我们就如果 就没有训练 就是就是很难 当然这种也很难得到一些训 就是标注的 就是足够足够的标注数据了 那这样的情况下 咱们怎么去训练 我们的模型 就是然后让我们的模型 能够识别 OK哪些地方在动 以及它怎么动 就例如说这些刚性运动的 这个旋转与平移 那这就是这个的 这个我们做的这么一个任务 那形式化的来说 就是说给定一个输入 它包括一系列的点云针 譬如有在这里有K针这样子 那这些譬如好 就就就我们拿这个箱子做比喻吧 就是它实际上 它可以视作有两个刚性部件的一个动作 一个就是这个红色的一个箱子 盖 第二个就是绿色的这个箱子的箱体 那它是吧 它盖子会开会和它的这个箱子的主体也会动 那么角度呢 就是说也会有所变化 就那么就是当然我们这里的 为了可视化方便这个点云是有颜色的 但实际中输入 我们其实很多时候得到的 就只是一堆点的坐标 就并没有这种颜色 这种我们所要做的 就是说把这些动的部件分割开来 直观上来说 就是给它们不同的颜色 或者说给它们不同的标注 并且去估算 譬如对任何一个 对所有的这些刚性部件 譬如说好 这个红色的这个盖子 它在不同针之间 它的旋转平移大概是多少 那这个就是我们想要解决的问题 那么无监督的意思就是说 在我们的训练数据 我们就其实就只有这些点 并没有标准 并没有得到好 它怎么去分割这些红色的 绿色的这些也并不知道这个点云 就是就是它本身的旋转和平移 这些都是需要模型去自动学的 就然后我们所说的多体 多体的意思就是因为我们 其实有多少个这些部件 对一个模型也是未知的 它可能是像这里有两个 但也有可能像别的物体 是有三个四个甚至更多 在我们的数据集里最多 可以有八个的 就这种 就这种 这种就是本身这个运动 就会有可能是一种 引入一些比较额外的复杂性 那么就是这给定这样的输入底下 也像咱们刚才聊到的 输出就会包括两个 一个是分割出这些的刚性部件 那这个呢 它就叫repeat segmentation 就是看哪些部分 是这种在动的这些刚性部件 那其次呢 针对每一部分的刚性部件 我们的模型还需要输出 它的一个对它这个旋转和平移的 具体的数值的一个估计 那么这个呢 就是咱们的模型 想要解决的一个任务 那首先咱们关于这个任务本身 咱们这些就没有什么想讨论的 好 没有的话 那咱们就直接就是往下面看 看看咱们的具体的 这个方法的一个动机 以及咱们的主要思想 那么我们先说 这个方法本身的动机吧 那么我们就直接点想 这个任务 我们想象一下这个任务 它本身它难在哪里呢 就假设我们人来做 不是模型来 就算退一万步 对是 是是吧 就是我们 我们来做这种 那会有什么 就是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呢 那么 那么在就是我们这篇论文就试图重点解决这两个重要的困难 一个就是所谓的开放集合底下的这些姿态的变化 那么也就是说 首先我们的训练集是无标注的 这个是一个 但是另外一个也很大的问题是训练集它到底是有限的 就而不是说就是就是我们很难逃搜集很 就是把所有的姿势变换都搜集出来 譬如这像这些箱子的盖它的角度 它的姿态 就可能我们训练集可能只有它打开到一小半的这些情况 譬如一二三 但实际如果我们到测试集里面 或者说就在运模型运行的时候 它这些盖子有可能是吧 它的角度有可能是个顿角的 它这个开的 那这种基于这样的情况底下 它这些每个钢体的运动 或者说这些钢体的这个本身的一个位资吧 它本身就是一个开放的集合 就是训练集里面没有的 很多就不能重举嘛 咱们那它测试集里面是可能会出现的 尤其是这些什么旋转平移啊 这些都是不像类别那样子 它是固定有一些离散的标签 比如好 这是一就一 零就零 但是它这种呢 譬如它旋转个90度也行 那但是95度行不行呢 也有可能会出现的 那关于这个问题呢 我们就尝试引入这个叫SE3的equivariance去解决 那么具体怎么做咱们一会一会会细聊 那么针对这个问题呢 我们就尝试用这个 就是用这一类的叫做斜变神经网络来解决 那么第二个第二个问题 对就是第二个困难的挑战 就是说这个模型本身 它在运行的时候 其实它是不知道 它首先它就不知道这一些 这个东西是个盒子 这个模型 我们很难让它有这种观念吧 其次它本身 它也不知道有多少个东西在动 就是它如果跨真的话 它连哪些部件 它都不清楚 因为我们不可能人手去分割 就人手去标注好 这个是箱体 这个是箱的盖子 那这样就没完没了了 这种也就是 因为这我们首先本身就是一个无监督的一个场景 那如果就哪怕是有监督我们想象就是东西也很难 就是像箱子这样子我们可能可以 哎 雕一下 但是有很多就是更古杂的运动 就是就是尤其是呃 就是就是说啊 譬如很多时候是有奇异的 譬如我摘个眼镜 那他可能两条眼镜腿是在动的 但是有一些别的眼镜设计呢 他这个他眼睛的支架 他这里也会动的 那这种就是就是没办法 就是就是很难标了 那针对这一种在类别不可知的情况下 怎么去分析这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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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刚性部件的一个移动呢 那我们就说与其分类 我们就不如啊去做一个呃matching的操作 那这样呢就能够尽量 就是这样就能够呃 跨真的利用这些信息 能能够减少啊 咱们对于这些语意 或者说对于这一些呃 这个这个叫做呃 没办法得到好好标注的这些 物件类别的这么一个东西的去解决 那么上述两点呢 就是我们的一个motivation 呃 那那在讲讲我们的这个呃 主要思想的前面呢 咱们就先简单介绍一下 关于呃s13equivariance的这种模型 它是大概会有什么一个性质 呃 那么也也包括它会有什么样的一些好处吧 就这种模型呢呃 呃就其实就是就是说呃 可能就是呃 呃就是就是这种模型可能相对不是那么大众 呃 但是呢 它可能有时候在一些固定场景下也是挺有用的 例如说一些呃 三维的这个建模 这个呃 例如说这个呃 graph也就是图数据的分析 我看都是有一些这样的用到这个呃 这个叫做equivariant的这种模型 那它有什么样一个性质呢 那就我们就先讲 我们今天会用到的 它就是一种se3的这种equivariance 那它这个 它这个性质主要就包括两个 我们直观理解就是 一个模一个三维的输入 或者一个我们说点云吧 或者一个三维物体 它在空间里怎么动 譬如旋转了多少 那这种模型 它输出的特征 在在就是模型 就是把这些输入从物理空间 影射到特征空间嘛 它那个特征空间上 它的特征也会是等于原来的模型 旋转或者平移了多少 就是那我们数学点说就是 好假设我们就是对某一个点云 施加了一个旋转的操作 譬如G 我们施加到这个点X上面 那它经过这个模型F 或者说这个F是feature吧 它这个对于这种旋转过的点云的输入 它就等于原来的这个点云的特征 也就是FX 做同样的旋转之后的 一个向量 譬如好 我点云旋转了90度 那在在特征空间 它的特征就是会等于 譬如就是好 它原来有一堆特征向量 那我们这个模型 它也会让这种特征向量 也会等于原来特征向量 就是旋转的90度 就是理想化情况下是这样的 就那这个就是所谓的旋转的一个 Equivariance 那至于平移呢 平移它就会 就是咱们就是会说 好 就是它会有一个平移不变性 不变性这个本身也是一种特殊的Equivariance 它就是说对于任意的 任意的这个平移 就是你在平移前后 就这个模型的特征 理想上就是说 如果如果非常完美的话 咱们应该是不变的 那基于这两点性质 这个模型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那么它主要就是让这个数据上更加有效率 就是在数据处理上更加有效率 也就是咱们刚才提到的 它很有助于去解决这种开放集合的变化的问题 那我们就是详细 就是我们直观点理解 就是说 好 如果一个特征 它的变化能够和输入 或者说输入这个三维点云的这些 这个变化保持一致 那么其实我们特征 就是说就是不用专门去学这些运动 或者说它对各种运动都是非常乳棒的 就是对这些至少平移旋转来说 因为我们只要像这种旋转 我们只我们要怎么去算旋转 我们只要好 就是不不需 就是我们就是只要比对一下这些 这些点云 这些点云 它本身是不 它这个特征吧 或者咱们说特征 特征是怎么去变化呢 就是不是变换之后也是一样 那它这种就是说 我们说变换的一致性 或者我们叫做 它这种变换的一致性 那我们就能结合它一个运动 以及它本身的这个外观上 或者说它本身这个动的东西的 就是一个特征 就这种类别性特征也好 语义性特征也好 也什么别的特征也好 就它是不随着运动而改变 或者说我们说随着运动去改变 就是就总之我们可以独立的分离出运动 和非运动的一些因素 那这样子其实它是非常的 在就是说在数据效率上是非常高的 就就是我们只需要很少的一些运动的案例 就就是就如果我们就是用一般模型的话 它其实很多时候是尝试强制性的记忆住这种pattern 就是那我们会我们如果说一个模型要对旋转 那可能我们需要不断的去做数据增强 这个其实这些东西就是原来的一个同一个东西 从不同的角度旋转得到的罢了 实际上它们还是同一个东西 那这种数据上的效率性 就是对我们这个无监督的 而且是开放集合的问题就非常有用 那么咱们讲了这么多背景也好 动机也好 那其实还是为了 就是为了引出咱们的一个主要的思想 那么我们的主要思想呢 就是包括两方面的 在训练策略上 我们提出就是通过场景流 还有这个刚性部件分割的这个输出 以及说这就是一个刚性的变换 这三者之间的约束关系 我们去不断的过滤掉 有噪声的或者说不那么准确的场景流的预测 然后并且呢 就可以精细更就是更加的精细化的去估计 这个场景 这个叫做刚性运动 那么呢 关于这三者的关系 场景流分割的部件 以及说这个旋转平 就是每个部件的旋转平 稍后咱们会说 就咱们怎么去利用这种关系 那么除了训练策略而言呢 我们在架构上是算是首次提出一个对于类别未知的 并且是部件级别的这种SE3的equivariance 而不是说对于就是过往的模型 很多时候它是对于整一个钢体 就是运用 就譬如好这个这个盒子 它是我们就把它视作一个钢体 然后它在上面去用的模型的这些些 锯也好 就是是平移也好 旋转也好 但是我们现在就是把这种整体性的一个叫做equivariance 扩展到一个类别不可知的一种包含部件的结果 也就是说现在就这个不再是一个整体 就是我们可以在这个整体上面不单只是就把这整个当做钢体 它上面某一些部件我们也可以就是分析 就是把这种刚性运动分析出来 并且运用到这个SE3equivariance的动作 那么大概呢 这就是我们的动机和主要思想 就是可能是吧 就是还咱们还 我刚才还是有一些没有讲到 就可能先留白着的地方 就大家可能心里也是吧 会有一点疑问 那我就接下来就是在讲方法的时候 就是把这就是上面这一些在细化的 就在就是在在讲一遍 然后就是就是说就是希望能够这样就能够让大家就是 呃更加的就是了解的充分 就是关于就是这这就是这这一页的PPT的内容 所以呃我在讲完这一这两页 那咱们就是有需要讨论的咱们在一起讨论 呃那关于方法本身呢 那方法这个方法这个倒是啊 就是如果单看它的框架倒不是十分复杂 呃那框架本身这个还好吗 就是说我们有呃有譬如好我们就有两两两针点就是简化一下 我们就有两针点云一个是k一个是l这两两两个点云 比如一个是盒子关了一个是盒子开的 那我们首先把它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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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然后它如果说是经过这样的旋转平移之后 它得到的特征就会是旋转 它的特征就是也等于原来的那个点的特征的旋转平移 那么我们好 我们首先有了这种特征 像这样的网络这种encoder是有不少的 我们就是说是有不少现成的工作的 我们取了一个叫EPN的Equivarium Born Cloud的Network 来去做我们的这个特征提取器 或者说叫做Equivarium的特征提取器 就是那种SE3的特征提取器 那么接下来的呢 就主要是我们模型就是会做的东西了 就是说不同于既有工作去做的一些改进 那么我们的模型呢 就会有两个Branch 一个就是用来估计这个这个动动作的 这个叫Motion Estimation Head 就这个是专专门用来估计这些刚性运动 我们说平移也好旋转也好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一个不变的 就是说就是说就是说不随这些姿势改变 它都会分割出好哪个是刚性部件 比如这个这两个蓝色的都是盖子 那第二个Head就是做这个东西 那么在训练策略上面 我们刚才也说了就是训练策略 我们是利用到这个刚性运动本身 加上场景流 再加上这个分割部件三者的关系 去逐步逐步的去调优的 那么如果无监督的情况下 可能我们首先会得到 就是用各种模型也好 譬如一些神经网络模型 或者一些最简单的点音配准模型 我们是可以得到初始的场景流的 在这个灰色这里 它可能不准 但是它至少是一个开始 那我们得到这些场景流之后 那我们就可以根据好 这些譬如哪些些部分 它的运动是相对较为一致的 是会符合一个旋转和平移的 一个参数 然后让它这个差距尽可能少的 那我们是可以估算出 我们是可以估算出这个对应的 分割部件是哪一些的 哪一些运动一致 那哪一些就很可能是同一个 刚性运动部件 那如果我们有了这一些 分割部件的结果 那我们根据场景流也好 或者直接做点云配准也好 那我们就会得到 它的一个旋转平移 这一些结果 那么有了旋转和平移 那我们又有了分割部件 那这两个本身它会反过来 可以去改善到场景流的一个监督 那么我们就会说 好虽然我们一开始是没有标签的 但我们自己造标签 就有一些初始的场景流 然后我们会估出 就可以估出个还行的一个segmentation 也就是这些刚性部件 那有了刚性部件 那我们做点云配准 那能够得到它的旋转平移 然后是吧 像包括这一些 就是这旋转和平移 加上部件的分割 那它是反过来 又会改善到这个场景流本身 那我们像这一些得到场 得到旋转 得到平移 得到刚性部件的这一些 这些些伪标签吧 它是可以用来训练这两个头的 这个就是咱们的一个训练策略 那至于怎么去实现 这两个不同的head 或者说不同的分支呢 这里就涉及到一些相对比较数学化一点的 但我们就今天先不讲这种数学的东西 我们就先讲大概的 就是说就是直观 直观的想象会怎么去 去怎么会去做的一种东西 那这个 我们先看这个分割的这个头吧 这个叫就是也就是我们这个分割部件 它不随姿势的变换 而变换的这个一个分割头是怎么实现的 就是说 无论它的盖子是B的 还是K的 还是哪个角度 那它都会分割出好这四点 或者说这一部分就是个盖子 就会 当然这模型 它本身不知道盖子这个概念 它只知道 好 这个是某个在动的刚性部件 那么我们像刚才会得到一些点级别的一个特征 那么这些特征呢 它是 它是全局的 或者它是每个点它都有各种不同的变换 然后呢 根据呢 那个Equivariant 那个Pore Network 它的实现 它就是用这么一个正式面体 它就是把大概的每一种情况的 譬如好 这个对应的是旋转30度 这个对应的是在Z方向旋转60度 或者怎么怎么的 它这种情况全部都有 那这个就是 那么 它这种网络本身 就是说那个特征提取去本身 它做的呢 就是说能够在G 这个这么多组 譬如这正式面体对应的那60组旋转 还是多少个旋转里面 它会近似的去得到那个Equivariant的一个性质 那我们所做的简单来说 就是说针对每一个点 我们选出 就是它最 就是那60组里面最相近的一个旋转和平移 然后并且说 好 对这一些旋转和平移相似的 旋转我们相似的 就是归个类 那这个就能够 或者说整合一下信息 那就做完这些选择 是吧 大家如果说 是吧 就是特征相 就是这个 在这个旋转平移上非常相似 那他们大概就有可能是一类 就那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分 就是说分割的一个架构 那他这这种情况下 我们是不需要知道什么与特征 我们大概就只需要知道 好旋转和平移大概是相似的 那就那那那就是应该是一类了 那第二个呢 第二个就有点绕 它是一个关于啊 一个运动的估计 也就是说要大概估出 模型要大概估出 它的一个旋转和平移 然后我们再用一些点云配准的方法 去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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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细化它 那这个模型本身呢 对我们也是可以有一些 像这样的特征 那就是这一些特征呢 它针对每个点 对像刚才说的 它每个点都是有这种equivariance的 那我们如果说好得到一个分割的情况下 其实对这一些分割 我们可以算它的 就是说逐元素的成绩 譬如说好 某一个部件 某一个特征 它在某个特征维度上 它一共有多少个啊 那我们简化一简 我们先看这种 只有两个part 那么它每个都有固定的一个概率嘛 就每个点 它有可能属于啊 蓝色 就是有可能 它是属于蓝色的 也有可能 它是属于黄色 也就是它有可能是盖子 也有可能是箱体 那么针对 它这个 就我们这里能从概率 能够算出它一个 那这个分就是 这个我们能从这一边 得到它大概一个 属于各种各个刚性部件 我们譬如说 刚性部位一 刚性部位二 这样的概率 那针对每一个这样的刚性部件呢 我们就会去做一个 去做一个逐元素的成绩 然后那它得到的呢 就是一种大概有概率性一样的 一种三维 一种S13的特征 就是和原来一样 那原来是针对整体 那我们现在就每一个不同的 不同的分割都会 让它有这样的特征 那然后呢 基于像这样的 这样的特征 这样的part level的特征 我们会去做一个metric的操作 就是说实现上 就是去算它的 那个相关系数 那当然就是 也不叫相关系数 就是说类似 类似那种概念 就是说 看看好 譬如它某一个维度 就第一就是它的维度 那我们想办法就是把这个维度上去做一个内积 然后算它的相关性也好 什么也好 那就是说 对应的哪个部件 它们 它们在各个部分上 就是怎么去做 就它们这个组别有多大 就是刚才那些刚性运动去组 那么针对各种不同的 譬如60度90度这样的组合 那它会有这么一个结果 然后根据这个 我们可以去 好 就是做一个回归 去预测出它的旋转 然后有了旋转 那再根据它那些点云配准的也好 根据一些重购误差之类的也好 能够算出它的平移 那这个就能够最终得到它的一个motion 就是那以上两个呢 就是我们这两个头的 这两个一个就是一个实现 那咱们在进入实验的环节之前 咱们先看这个动机 主要思想和方法 大家也没有想讨论的 也没有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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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好 好的 那你好 我想请问一下这个场景流的定义是什么呀 哦 场景流的定义 就是说我们可以想象就是二维图像上 就是光流它算的是某个点 譬如它移动了多少在不同针之间 那场景流就有点像三维 就是三维的那个光流 就是说好 譬如有一个三维物体 它同一个点 譬如好 这里都是个遥控器 那它从这一针运动到这一针 同样是这个电源键这个按钮 同样是这个电源键这个点 那它是怎么运动的 就譬如它是 就是具体的定义 就是说它的一个位移是多少 就是说在不同针之间 那可能它在X方向上运动了一厘米 它在Y方向运动了零厘米 在Z方向上运动了两厘米 那它的这个场景流就是一个10R这样子的一个格式 就是说不同针之间同一个点的位移 的三维位移 那咱们就可以就是一个三维的一个位移场 就是这个就可以叫一个场景流 好的谢谢 那这一个处置的场景流是怎么获得的呀 这个呢 因为它精确度的要求也不高嘛 所以我们就是当时是用一些 无监督的场景流估计的网络 譬如就是对就是这种 它就是可以大概能够算到一个还行的结果 就但是其实是不怎么准的 就就是我们只是用它来做初始化 就是说它这些场景流 就是就是现在它因为它是有一些现成的网络的吧 其实我们都没有重新训练 我们都是拿preprint好的结果 对然后去去去去去算它 就是去估它的场景流就好了 对但是如果说就是说传统上是怎么算的 那传统上它就会用一些点云配准的一些方案 比如好这个遥控器 它旋转平移了这么多 那它会猜一个数 比如好多少多少多少 那它看成购误差有大概有什么 那这就是大致的原理 对 但是我们的工作里 我们是用现成的模型的 就是这种就是也没有重新去训练 对 好的好的非常感谢 谢谢您的这个讨论 那我们就说实验吧 实验这种就其实就是 就是实验就是就相对直观了 比起前面那些方法模型动机什么的 这么绕 实验那我们就是说 主要是从三个维度去考察我们模型的表现 一个呢就是它的这个计算的这个复杂度 那咱们是用flops去衡量的 也就是它的峰值幅点的那个操作数 那么还有的话呢 就是这个第二个指标 就是咱们的模型的大小 就是说除了这个运算本身的复杂性 那它模型的大小也是一个指标 那就是这个我们是具体来说 是用这个模型的参数 就可学习的参数的参数量 来表示这个性能的 那再其次就是一些性能的指标了 这个叫这个是那个平均的那个 Average Precision 然后平均的准确率 那这这一些是大家都会比的 那我们的模型 我们的模型就是就是啊 就是通过上述这些 那它做到的就是一个比较好的 我们啊在在这个运算复杂度和参数量都小于别的模型的情况下 我们的我们的这个它的准确性是很高的 如果我们强行用就是训练级我们强行就是像别的那些有监督的模型 因为强行我们强行的把这一些无监督估计出来的强行用它的Ground Truth来代替去训练我们的模型 那我们的模型啊就是性能能够远远的好过别的监督模型也好 不监督的模型也好 就算我们完全没有监督信号 那其实我们的呃我们的模型也很接近就是就是既往监最好的监督模型的表现 在就是在数据上在指标上就是它表现上是也是能够很接近的 咱们就而且它参数就而且我们这个模型参数量和计算量都小很多 那准确率可能是吧 我们看看这个的差距可能也就是百分之啊 就是很低的百分之二三可能也就是这样 那直观点说呢就是这一些不同的模型 前面就是MBS OGC啊这些就是别人的 然后我们假设去分割一个眼镜它在动的不同的刚性部件 那我们Ground Truth我们可以看到就红的绿的蓝的 那一个眼镜大概动的也就这三个部位 就是把这两个眼镜腿啊包括加上这么一个眼镜本身 呃那别的模型呢它多多少少咱们能看到有一些瑕疵了 那像我们的模型当然也有瑕疵了 就是在这个那个眼镜腿和眼镜的这个关节处这里 能哪那这没办法 但是就是说就比起别的模型 咱们的模型是看上去是有是吧 看上去就明显会比较不错的 而且这些模型还包括了训就是有监督的算法 像MBS和这个OGC的SUP的这些都是有监督 我们无监督的模型能做到这一步 那这就是已经是吧 就是就是看上去是一个很不错的结果 那当然就是包括一些呃定量的实验 那就是这是一个消融实验 那我们就是在试图证明就是是针对刚才那每一个东西 我们试图证明它有用 那就是刚才的某个呃就是刚才的那个呃 Motion Head和那个Segmentation Head 包括场景流啊他每个head底下又有一些不同的选择方案 那我们就做了一些实验 那结果证明就是啊都是都是听 就是说每个选择都是都是有一定效用的 就就至少是吧 就是我们假设什么什么都不加 那就只用这个全局的 就就什么都不加 那就让这个模型强行的去算 那么得到的结果和和加一步一步的加了我们那些模块 其实参数量也不是很多嘛 那他得到的结果数值上相差还是挺远的 那也包括呃咱们就是在一些个呃 这种就是公共数据集 大家都用的这种数据集上面做比对 那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AP是比别的模型是高出很多的 同时这个呃 对这个运动的这个就这个Motion Estimation这个错误率这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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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end to end point error 那也是能够减少 别人是五点几 咱们能减少到三点几 或者别人二十多我们能减少到五点多在无监督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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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se上 那 这种情况下 那我们也可以呃就是说得到一些一些个呃别的数据那我们就是也在别的更多的数据集上面呃做过呃做过实验 那结果也是会证明有一些优势的 甚至我们在一些不是那么刚性的物体就是不符合感我们就是每个部件都是刚性运动 他实际上不那么刚性的运动的一些数据集上面做 那就是说就是那这种不符合模型假设的情况下 那我们的模型当然没没有像之前的那么就是说数据那么经验 但是说这种啊相对来说非刚性运动的条件下 包括在这里以及在这里 就是那我们的模型是吧 就是虽然没那么那么经验 但是也是表现比较不错的 那至于呃对那至于就是说这个呃工作 就是说从咱们说从从刚才就是啊 问就是任务到线就是到最后讲到的实验 那这个就是是把时间有限的 咱们也没办法探讨太多的细节 但是呢就是如果有兴趣的话 欢迎啊议会就结束 咱们在群里讨论也好 或者之后发邮件 对咱们就是或者去啊去咱们是吧 就去啊搜一下咱们这一个题目 那也会搜到咱们的文章 那就是想了解更多的话 就是随时可以咱们可以深入交流的 我在群里也在线 邮件也经常看啊那所以呃现在就是就是今天的大概就是讲就是讲的就是大概向大家分享完了 呃那大家看有什么想讨论的 对就可以唱所欲言 那欢迎这个感谢大家的聆听也欢迎大家的批评指正 好谢谢 谢谢 谢谢嘉欣 我就讲的这个很不错 这个高屋建领 哈哈哈哈 那我们这个嗯好的谢谢 谢谢